来看到新美市综合游民嫌犯 这个月8号小年役的时候 是趁着便当店准备要打烊时闯入 他假接问店家说 还有没有排骨便当呢 结果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偷走老板的后背包 老板发现被偷了大事不妙 赶快报警 因为里头还装着要发给员工的 三万六千块钱年终红包 而警方一查发现 这名窃贼可是惯犯 早就偷遍了双倍 受害的店家多达30家 老翁走进便当店 左看右看确认厨房里 好忙好忙没人在看 他转身快很准 一手拿起桌上后背包 朝着门口飞奔离去 他就是小偷 他就走进来啊 然后就探头 问我说现在还有在营业吗 那我要一个鸡腿便当 那我就说没有了 我们已经大扫除了 休息了 然后他就左探右探左探右探 然后最后看了我们一下 就发现我们都在忙 然后他就把包包拎走 前发生在新北市综合 2月8号小年夜 77岁的成型犯贤 假装成客人上门行窃 被偷走的包包里 布置钱包证件信用卡 还装着要给员工的年终奖金 三万六千元通通不翼而飞 他就说又是这个人 对他说这个人是惯犯 那前几天都有用相同的手法 然后把这个店家的那个钱 跟财务拿走这样 常用相同手法偷遍不少店家 就连板桥府中的知名拉面店 也受害其中 光是今年一二月 双北就有三十间店家受害 他早已是警局常客 好了吗 明天要过年了 我可以回家了吗 对啊 我还要去拿药 我要过年 那警察就说你偷东西 对啊 你偷东西 你要回家 那嫌犯他就说 我怎么知道 每次都没有过关 那我就觉得 这个人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老板开店四年多 因为疏忽大意 惨造小东行窃 还好远警火速逮捕 找回万元年中 终于可以松口气 过好年 记得邀请陈渊祥 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